美國大選倒數一個月 美國檢方二號公開前總統川普 試圖推翻2020大選結果的新證據 多達165頁的報告指出 川普當時施壓副手彭斯和政府官員 已經超出總統職權 不該受到總統豁免權保護 甚至在2021年川粉闖國會 說要吊死彭斯時 川普聽到竟冷淡回應 那又怎樣 報告顯示川普心知肚明自己敗選 卻還在跟家人精神喊話 對此川普陣營炮轟 在大選前幾週發布這樣的報告 並不合適 如同政治迫害 選情激烈賀錦麗陣營 則釋出新廣告 暗示川普老了 一旦心跳一停 極端且威脅民主的副手 范斯就會登上大位 不過范斯辯論表現 卻獲得外媒肯定 立志冷靜在關鍵議題出拳 能抹去川普粗俗負面形象 相對來說 華茲表現太用力 缺乏受訪經驗 而兩人攻防之際 不忘展現美國中西部出身的友善作風 甚至頻頻同意對手主張 同意agree這個字 全場出現12次 選戰拼腦力也拼財力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被爆近年 秘密資助保守派右翼政治團體 捐款總額高達數百萬美元 對於拉抬川普有可觀影響力 記者李清聰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